可能有些人覺得很好笑 為了一隻狗出廳睡 當你當牠是家人的時候 好像你家人有事 你都會想陪著牠 牠睡得安樂你都會睡得安樂些 你懂不懂事啊? 來吧 Lego是我先生的狗 就是我先生家人的狗 我認識Lego的時候是四歲 牠認識了九年 牠現在是十三歲 斷了十字人 大家都像人一樣 花的心機比以前多了 我們都久不久都會煮給牠吃 煮給牠吃的時候 我都會看 上網看有些什麼狗狗適合的食物 還有有些什麼營養 如果真的自己做到的 就做吧 其實都不花很多時間 喂,不要這樣了 弄傷了 要什麼吃? 西蘭芳? 椰蔥? 火雞? 魚? 很棒 很棒 買了很多濕便紋給牠吃 希望牠想健康一點 這個是骨丸 吃到牠死那天為止 醫生說的 左腳有事的時候開始吃 好像是蛋殼粉 好像會 補蓋 最靈靜的時候 沒有啦 過來抹嘴 來吧 這裡也有 這裡也有 看醫生了嗎 告訴醫生你剛才嘔吐 喝嗎 他拿黃淡水給醫生 我們之前睡床的一切 他現在的腳就斷了 如果跟我們睡上床是有危險的 我就設了一個帳幕 開頭就不太習慣 但現在我就把我們的帳幕不斷改良 包括我們拉了一張單人床的床墊 未來都現在在想辦法 可以怎樣回歸這張床 你躺在這裡的腳身在哪 他以前是很活躍、很瘋 跑來跑去 還有會在家裡搞破壞 現在就變成這樣了 其實很感慨 因為你看著他變了 外表看不出來 但其實他有很多鮮騰子 已經出現了 就會覺得 真的老了 老了很多了 我們睡覺了 進去吧 什麼呢 什麼呢 等等 就是說 是